劈頭散髮的女子打開門 看到警方一臉錯愕 警察 警察 在你面前還敢撞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只穿一條內褲狼狽落網 他就是自稱新北陳冠希的 圖姓男子 不僅偷車還衝撞警方 時間回到5月3號 警方上前攔查 新北陳冠希直接撞上去 還撥及兩輛轎車 接著飆速逃逸 那太快了吧 警方立刻鳴笛追捕 但最後失敗收場 新北陳冠希相當囂張 他在高雄和日守名車賣家 相約賞車 假裝要試乘卻趁機開走 一路開了300多公里追矮 就是為了開豪車載女友 被警方鎖定後日度逃跑 4月23號第一次拒檢逃逸 5月初再度攔查不停 甚至還撞警察 汽車逃逸 追逐長達4.7公里 現場也收出了毒品 Ketamine及咖啡包等證物 將他依妨礙公物 侵占回損等罪前移送偵辦 那另外他在市區危險駕駛的 各種違規行為 我們也開出了高達7萬多元的罰單 遠在高雄的車主 愛車被偷走還被撞得稀巴爛 短期內大概是賣不出去了 而新北陳冠希為了裝貨偷車找女友 最後被法官裁定羈押 騙財騙色的下場 鬥頭來一場空 在內新聞和孟哲林玉君新北陳冠報道